马上就要农历过年了 为了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 2019年1月28号晚上9点半 花莲县警察局特别在县政府广场 举办一场警力展示教育 花莲县长徐真卫也亲自到场 感谢所有治安工作人员的辛苦 这次春安工作的重点 以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 民众安心为主轴 希望打造花莲成为安全 优质又幸福的观光大县 我们感谢所有的协企名利 以及工部门互相的合作 还有警方以及宪兵海巡爱巡的协助 让花莲这几年来 我们的治安全国名列前茅 花莲县警察局长李希和表示 这次教育工作出动36部巡逻车 两辆消防车跟四部重型机车 各单位总共有238位人员参加 希望一起做好春节期间 治安维护跟交通疏导 李希和局长强调 花莲县警方热忱服务民众 不休假也不打折 年月28号开始到2月11号 总共为期15天的重要节日的安全勤务 主要是针对三大部分 让我们的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民众安心 这一次过年期间 花莲县政府还协调县警局 设置机动派出所 加强交通药道路检工作 防止酒驾、茶器毒品 要让花莲民众跟来到花莲的观光客 可以平安快乐过好年 感受花莲的好山、好水、好人情 记者陈俊宏、肖又金、花莲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